文经典,一顾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来读谋宫篇的最后一章 故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戴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戴 如果你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 那么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我们前面上一期所说的五个知圣之道 五个方面都清清楚楚能够做敌国双方对比 如果你只了解自己,不了解敌人 那你每次打仗的胜率是无视对无视 如果你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敌人 那你的胜率为零 不知彼而知己 李全的注解里面举了匪水之战 傅坚的案例,傅坚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 王猛临死的时候对傅坚说 近视虽然立于偏远的江南 但是成绩的阵统,谢安,横冲都是伟人 不可以征伐,我们内部的鲜卑啊 什么羌乳啊,才是我们的仇敌 终究会成为祸患 先把他们除掉,以利设计 王猛死后,傅坚没有听他的 挥师伐进 又有人跟他说对方也有人才啊 说谢安啊,横冲啊,都是人家啊,不要轻敌啊 傅坚说 我以八州之众,士马百万 头边壳断江水,河南之勇 为水之战,傅坚打败 之后先卑强卒果然反叛 傅坚最终被乡卒首领给杀了 傅坚之败真的是知己而不知彼吗 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在于不知彼 他的问题不在于不知彼,而在于不知己 或者说内部的不知彼 他的卧榻之车啊 憨事的都是仇敌 你说他怎么办 王猛圈他的话,前半段有些可疑 他说京市不可发啊 那是因为正统所在 少数民族好像不太会认为你是什么正统不能打 历史是汉族的正统写的 所以你可能就编了这么一段 但是后面才是重点啊 他说先卑和枪主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 应该先灭了他们 傅坚有一个巨大的性格弱点 就是对人太好 而且是没有原则的好 灭了他人之国 别人都是斩草除根嘛 而他呢 只要你投降 皇帝也可以在我的帐下做将军 胸怀大的没原则 怎么可能呢 皇帝会在一个另外的皇帝帐下做一个将军 所以翡水之战之前啊 他已经犯了叫制胜五道里面的上下统律圣这一条 他的百万大军里面上下不同律 因为那些什么降帝啊 降将啊 一心想的就是复国 不是帮他统一天下 所以一喊退大家都跑了 先卑的慕容冲啊 前焉被复坚灭国之后呢 他和十四岁的姐姐被送到复坚宫中啊 姐姐作为宠妃 他作男宠 姐弟俩宠冠后宫 慕容冲 后来起兵复国 复坚在正前看到他 还旧情翻滥啊 派人还送了一件经袍过去 国破家亡啊 身为皇室贵胄和姐姐被送到敌国的后宫 对慕容冲是怎样的一种歧视打辱和过愁加恨 复坚却认为这是爱情 就这么荒唐你说 他把自己当天下公主了 我也不知道别人 其实他也想皇冲皇帝啊 我们用至圣武道一条一条去评估复坚啊 只可战于不可战者胜 王某已经说了 内部才是大问题啊 不可以与近士去打仗 但是复坚不知道 实众寡之用者胜 这一条复坚太大意了 没有分兵挤在一堆 那一击全愧 也不行 上下统一者胜 前面说了 他手下好多将领就等着机会复国呢 也不行 以于带不予者胜啊 谢弦设计好了圈套 那傅坚却以为你什么圈套我都不怕 因为我的兵力是你十倍之多 我做准备 被动挨打 也不行 将能而军不予者胜 他是御甲清真啊 百万大军 但是呢 带的部队却是各怀鬼胎的乌合之众 所以这五条他哪一条都不合格 他是不知笔又不知己 必败 知己知笔 我们关注的往往是知笔 因为知己 大部分人认为理所当然 现实是往往问题出现在不知己 你想知笔却得不到 那么别人的事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唐太东说 精知将尘 所以未能知笔 狗能知己 则安有不利乎 我认为啊 知己不知笔 胜率不是五十 至少是八十 要把功夫下在知己上 不管你怎么样 因为我也管不着 我只管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我都有准备 那我还能调动你 你看读曾国藩全集啊 里面 把他的日记里面 很少去讲什么敌情 敌情怎么样 很少 都是在讲自己 怎么去建设军队 怎么去管理军队 敌情只有打的时候 才会晓得 其实今天我们看 孙子明把用在经营当中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知己是笔 笔是谁 竞争对手 其实不是啊 竞争对手 不是你去对抗的对方 其实你的 那个笔应该是 客户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 我们要知道客户 那么一战笔是 当然不用说了 我们的问题往往出现在 自己觉得不够好 又不了解客户 所以呢 你学了兵法 天天去研究竞争对手 那是瞎耽误功夫啊 你还不如去 好好地了解你的客户 究竟是谁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 在你的客户公司 去安排一个小小的 跟你进行联络的密探 就用键 也可能会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们附录文章是谋公篇的全文啊 这是我们花了五天 一个礼拜的时间 讲了谋公篇 我们下期呢 和大家来讲 孙子兵法的军行篇 下期再见 谢谢